小伙伴们注意看 蛋仔岛中的石块 它是灰色的 并且在石块上方 还可以放置物品蜡烛 但是小伙伴们 你们知道吗 在蛋仔岛中 它隐藏着一个恐怖的石块 它的下方 居然长了四条能走路的土 你们难道不好奇 蛋仔岛被隐藏的 这个长了四条腿的恐怖石块 它究竟在哪里吗 众所周知 蛋仔岛中的石块 它都被摆放在了地面上 如果你在蛋仔岛中 也见过灰色的石块 那么请点一个赞 根据我和学姐的研究 我们发现石块非常有用 把石块垒在一起 它就形成了一个拱门 但是我和学姐发现 拱门上方的石块 它可是都没有长腿的 并且我和学姐还发现 把石块在地面上围成一个圈 它就形成了水池 可以在中间蓄水 从而水就不会流出来 但是这些石块 也是没有长出腿的 对了小伙伴们 你们是关注不了我的 因为我设置了 只有蛋仔大身才能关注 不信你可以试试 那么蛋仔岛中被隐藏起来 这一个长了四条腿的恐怖石头 它究竟在哪里 今天我和学姐在蛋仔岛 发现了长腿石头的位置 它就在蛋仔岛的副岛圣岛中 从蛋仔岛的石头拱门进去 我们就可以看到 长了四条腿的灰色石块 仔细看它是一个灰色的石块 长了四条腿 在地上随意的在走动 所以说在蛋仔岛中 隐藏着一个恐怖的石块 它长了四条腿 而它的位置 就在蛋仔岛 佛天伦右侧的石头拱门中 小伙伴们 你们知道了吗